在爱马仕买包包的时候 my vlog 因为我很喜欢那个 尴尬吧 搬来中换我差点哭 比我的名还硬 自己说自己是来敌人 哈啰 大家好 我是Cynthia 今天呢是我们公雷拼哈的第二集 上一次呢我们去长洲嘛 是一个香港的领导 那今天呢我来的是一个 就是10个里面有9.999个 一定都会知道的 就是香港的中环 那今天呢我就请到了一个 你是在中环出生长大吗 算是吧 哪会有人在中环出生啊 在路上 在路上吗 在银行里面出生是不是 在爱马仕买包包的时候 那今天的来宾呢就是我们的KEEV KEEV 喔我的豆 之前呢我在做完第一集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那你一定要来做 中环或上环 因为这个是他的地方 我的地方 因为Cynthia一直都在讲 中环是一个她很常会迷路的地方 我跟你讲我真的喔 不管在地铁站 在地铁站 永远会迷路 刚巧我都是去了中环以外 所有地方我都会迷路 只有中环不会 就是中环我不会喔 我们第一站首先当然是要吃东西 好啦我头痛喔 好我们现在想尽办法留在屋里面 因为现在外面30度 大家都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季节呢 夏天 中环在香港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存在 中环在香港应该就是一个赚钱的存在 因为所有的银行啊 law 跟 accounting firms 都在中环 就是最大的都在中环 应该是中环跟监察者 但是我记得中环真的是很大一部分 全部都是 中环都算是香港的CBD嘛 就是那个 什么 你刚不是在唱吗 忘记了 就是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CBD也可以是 哪一种让你放松的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是 因为很多旅客 然后很多可能内地客 都会喜欢在尖沙嘴 购物 对 可是中环呢 真的是 我觉得是比较少的 这会购物的都是local 民店排队的情况比较少 你看 都没有人在排队 看一下后面就是KID本人很喜欢的 诶 没有很喜欢那个 诶 胡乱讲的 屁咧 哪有 现在就是Dicentia 搭这一条 都挺有名的 中环半山扶手电梯 全长800公尺 对了 方便半山的居民 下中环 很多时候你们看到 就是得上的 但是其实早上6点到上班时间是下的 很多节目都有介绍过这里 例如Running Man 自从Running Man出了街后 很多韩国人都要来这里拍照 然后他们就会不知道不知道 上了去最高 但也不是山顶 但其实是不行的 所以我家附近就多了很多迷路的韩国人 那时候 你会用你的韩文自家服务 你好 前年kiss 太好了 你搭这个电梯 你就可以很轻松地去到不同的街道 中环 SOHO都可以 然后大家很喜欢的大館都可以去到 它的终点站就是民居 这条普州电梯有一套很出名的电梯都在取景 其实有很多电梯都在取景 但这一套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就是王家卫的重庆森林 你有听过吗? 王妃的蒙中仰的那一首歌曲也是在这个电影里面 非常的好看 大家可以看看 然后啊 这个是我朋友跟我说的 就是在半山的走谷梯 这边有一个这个特会站 就是你每天好像都可以拿巴达铺来闭一下 就可以省两块钱 你要拍吗? 好 好 可以走了 然后一个方便的方法 就是他们那些office的人都会找阿姨 来帮他们全部公司人拍 就是看到一个人拿着三40几档卡在哪边 然后香港的SOHO之所以叫SOHO 是因为它是South of Hollywood road 在惊讶一次吧 my blog 然后SOHO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区域 因为我觉得很有很不错的餐厅 就是distros阿 然后很多很有特色的地方都在SOHO 真的好熱喔 我們現在來到了一家叫做這個 Baked Baked的餐廳 他們這邊最有名的叫 燒豆跟這個 Cinnamo bun 你看 棒嗎 唉笑死了 黃玉味 我要罵全名 夠夠了 燙死我了 紅了你看紅了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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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習慣了大家 他才認識我五個月不到 我已經習慣了 我覺得他加了很多不同的spice 也不只是Cinnamo 對 拍一下pose up 好啊 掉下來 不要 我怕 好棒 我是白痴 白痴是我 我們到底一支影片要Beach有多少 YouTuber 我們很困擾 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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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四點內扯 這個對你很好 我沒有ditch 這個很好 Come on 你會覺得我很爛 你會覺得 對 真的會喔 會啊 給我們一下下你會說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再開開 然後心裡就 很好吃 好吃耶 常常覺得 沙拉豆 那個fexture 比我的命還硬 可是這個是印度油 就是你裂熬得開 就是很人心化的一個 印度 對 這個真的太硬了 我們現在裡頭 SharrySharry 來中華還有一件事情要做呢 Kobe之前啊 這邊就只要是有彩繪牆的地方 通常都會擠滿那個遊客在等著拍照 但是現在呢基本上就沒有什麼 就有一些就是比較basic的 就是在地人 自己說自己是在地人 尷尬吧 Hose 啊! 你知道一個 六根 喔!是嗎? 我們現在人在一個中華也是非常具指標性的地方 叫做PMQ M啊 喔 我剛剛講PMQ 你都說PN喔 PM啊 M M for mother Right PM 你不是講PN嗎 我講PM吧 我...是嗎? 我聽到你講PMQ 好 隨便 這是PMQ PMQ 好 那現在就一如往常來到我們這一個系列的 算是最精華的部分 就是來訪問一下我的香港朋友 來 你要不要進來一點 不然你臉看起來會被放大 好 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就是我跟Keith的我們的背景算是差不多的 就是我們都是在亞洲出生長大 但是到美國去念大學 然後之後選擇回到亞洲來工作啊 生活 其實我自己當初從美國回到亞洲的時候 心情是有一點不太平衡的 就會覺得我都在國外待這麼久了 然後為什麼要好像沒有什麼成就 然後就回來的這種感覺 可是你是一畢業 其實就馬上決定要回香港 那時候其實因為是 因為我家人都在香港嘛 然後我就想要跟他們花多一點時間 就是 嗯 就是相處 然後那時候剛剛美國也有一點亂 是因為Trump剛剛就是當選了 對 我想要做Creative Media那些的 其實在香港會比較容易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懂得哏 或是覺得好笑的東西 外國人不一定覺得好笑 所以我都覺得回來香港是一個 還蠻正確的決定啦 我是覺得 嗯 我是覺得還蠻奇妙的 因為我身邊的朋友 大部分都回來香港了 立馬 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是 待在美國的都是台灣人耶 嗯 都是台灣人跟內地人耶 可是我覺得很大一部分是因為 香港 嗯 就是他自己是一個很成熟的 對 可能是一個經濟重鎮 或是在這邊的機會 其實不一定比美國還要差 嗯 有很多朋友都是Finance啊 或是會計啊一些的 他們回來香港的機會還蠻多的啊 附近我們的家人都在這邊 然後都會想要回來 可是我覺得在美國的那幾年是 我人生其中最快樂的時間 那如果今天再給你一個機會 就是你今天可以選擇 你要在香港生活 還是要去美國生活 這現在這個時刻嗎 嗯 我會在香港耶 真的喔 對啊 因為Asian hate 沒有開玩笑 會想要待在香港也是有一個 覺得自己熟於這個地方的感覺 不僅是自己的家 然後成長跟出生也是在這邊 其實每一個地方都有自己的回憶 我是覺得因為香港就是我的家 CALL THIS PLACE OUR HOME 對 就是我們移民的話 可能我可以去另外一個國家 另外一個城市 可是我們永遠都不會是哪裡的人 就是You can call yourself whatever you want 你的證照 你的護照 你的所有Documents 可以講你是什麼國家的人 可是自己的那個感覺是改變不了的 我覺得 就算我在美國住多少年 我的心都會在這 對 所以我覺得 近兩年香港是發生了很多 呃 大大小小的事情 很多 大部分都是不愉快的 嗯 可是我覺得要有 這個信念啦 這個faith 經自己的力量 去 堅持自己覺得是對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 我們的年輕人要有自己的想法 去學校 或是爸爸媽媽跟我們講的事情 要聽 可是你要自己去 就是digest 去想 消化 對 我覺得我在美國學到最好的東西 就是他會 他不會 spoon feed你 嗯 所有的東西 他不會跟你說 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然後可是他會 教你說 事情就是這樣子 嗯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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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要自己去想 嗯 是不是你覺得對的 或是不對 姑且不論說我們支持誰 或不支持誰 或 反對或贊成什麼 可是 首先第一個是尊重 跟自己不同意見的人 就是台灣那時候在過那個 婚姻平權的法案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我們跟老一輩的 媽媽們 他們我們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樣的 嗯 今天我不 我不同意他說的話 可是我並不代表他不能講話 對 我們要講的是我們怎麼去 講出為什麼我們覺得 這樣子是不合理的 嗯 就是 不是說跟你意見不一樣的人 就一定是錯的 我覺得這個是 首先第一個 最重要的 是你如果一旦 覺得只有你是對的 別人是錯的 那整件事情 從外人看來 就會覺得你是偏激 嗯 就你反而會失去你自己的 可信度 對你的聲音 就覺得我很建議大家去溝通 就跟家人去聊天 不要因為他講了一些東西 你就立馬的去反擊 或是感到offended 就是被冒犯 因為本來溝通就是會有不一樣的意見 所以世界才會那麼有趣 當你聽到跟你現在想法不一樣的人的時候 我先不要急著去否認他 先去了解說他為什麼會這樣子想 然後去消化之後 你再來自己判斷這件事情 你決定要怎麼去想 對 就我會覺得現在的年輕人 跟我們在下一代 就這個觀念是蠻重要的 因為我以前 會想要找一些跟我自己一樣的 想法跟聲音的人去 喜歡的東西 不喜歡的東西 都一樣我們聊得很爽 就是 我可以聊很多東西 可是就變成 如果有人不同意我的想法 做我的事情不好的時候 我就會變得很反感 但是其實是不健康的 然後我現在呢 就如果你有不一樣的意見 我會很希望你跟我講 我很希望我們可以去討論 因為你會發現你 你知道的事情 或是你不理解的事情太多太多 我們現在香港人其實基本上 年輕掛的 就是都會三種語言耶 就是國語英文跟廣東話耶 我是覺得我很希望可以 香港可以保持有一些東西 不要就是給默契消失掉 就是廣東話 我記得好像一兩年前吧 就有人提議說要廢除 注音符號 對對對 但是因為注音符號 大家都知道這個是文化的一部分了 那 還有我的MacBook那個keyboard 對像我們公司寄給他一個有注音符號的keyboard 連我都沒有 傻眼 嗯 OK 嗯 還像我的話 我小時候也沒有在學明南話 我覺得很多原住民的原住民語 或者是客家話或明南話 這種在台灣很經典的文化傳承 其實很容易就這樣消失不見 那香港其實一樣嘛 某種層面來說 廣東話算是一種 比較像是一種 我覺得地方的特殊文化 跟語言的一種 可是這個東西我們 你知道接下來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廣東話能不能夠延續下去 不要覺得它就一直在 一直在 因為其實我身邊有一些朋友 就是比較年輕就生孩子的 或是朋友的爸爸媽媽 他們都會跟自己的子女 講英文的開始 只講英文然後不講港東話 我覺得是有一點 不可以說不應該 可是我覺得其實要學了 可惜 對可惜 因為你算是香港現在 年輕人跟中流砥柱吧 應該這樣講 有沒有什麼是你想要做到的 跟你希望身邊的年輕朋友都可以做到的 其實我有一件事情 我覺得 它不是一些很大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要全程下去的 就是可能禮拜天跟家人去飲茶 喔 我小時候不會很珍惜 珍惜這些時間 可是我覺得 我們就是要把時間留一點給家人 所以香港其實是很正常 星期六天會去飲茶 對啊對啊對啊 因為我覺得點心文化也是 香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對 妳呢我訪問妳一下 好啊 妳喜歡香港是什麼東西 嗯 這有點衝突 嗯 就是我還蠻享受 呃 做一個外國人的感覺 我會覺得 從一個外國人角度 你看什麼東西都很新 一種新鮮感的 對就是會有一種新鮮感 對對對 去學一個新的語言其實也是有趣的 嗯 然後香港給我一種就是 就是跟台灣有點類似 可是它又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所以它不會有完全的那種很陌生 跟很融入不了的那種感覺 嗯 但是你又可以體驗到 不一樣的文化 真的很不一樣的文化跟生活的那種 就我在這邊是很自在的囉 可是你說 真的要問我的家在哪裡的話 我還是只有一個答案 就是台灣 就是我在那邊出生長大 就算我住在那邊 不會比現在在這裡開心 可是那裡永遠是我的root 種感覺 對啊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 還蠻美的欸這邊 就要去 我們接下來就要去 Key的最愛就是一家茶餐廳 對 本來是在灣仔的 現在在綜環 Let's go 油門氣真好啊 它的這個西藥乾 超好吃的 真的 它的雞都很好吃 然後如果你想吃麻辣的也很好吃 這個怎麼說 鹽谷雞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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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一個動靈茶小甜小丁 一個動靈茶小甜 雞茶 鹽谷雞飯 鹽雞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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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的時間啦 綜環就是很多斜播 真的 我每次來都爬到真的是要大崩潰 你有沒有吃過有一家餐廳叫酒技牛腩 哦 有啊 你去吃的不是牛腩 是他的態度 哦 對 Cleanery 這家真的 我覺得蠻好喝的 嗨 我是Cleanery Cleanery是全球50家 所以值得去的頭髮之一 然後他最厲害的就是他們家的Cocktail 他們家真的很好喝 我好喝 好多的Cocktail 這個是最有名的El Gris Covea Martini 好喝 很香 然後又好看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中環之旅應該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所以其實中環還有很多很多大家可以值得去的餐廳啦 或是地點啦 或是拍照的地方 那之後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請follow TOO的IG 跟Youtube 對 不要收我錢哦 好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啦 謝謝KID今天帶我來玩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吧 掰掰 掰掰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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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